教育部长陈振生表示 终身学习的一个关键要素 就是要确认未来所需的技能 这样才能保证供应能与需求匹配 部长也强调 利用先进科技来辅助教学的重要性 陈振生部长在首次在本地举行的 第14届国际教学专业峰会上表示 终身学习应该超越激发个人学习兴趣的层面 部长强调 有必要深化对不同年龄和能力学习者的理解 教育工作者也应该引导年轻人 如何正确地应对现实和虚拟世界 为期三天的峰会吸引到来自18个国家的代表参与 他们也将在活动期间到本地学府参观 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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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谢谢大家